大家好,我是一位联盟滑铁路办公室的制派移民顾问Steven 今天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安城省提名即将实行的EOI系统 那么上一周呢,安城省提名办公室是对某些制派移民顾问以及移民律师召开了一个发布会 简单介绍了一下他们即将实行的EOI系统 那么简单来说,EOI系统跟联邦的意义系统非常相像 申请人会根据自己的背景条件以及各项评分标准来被评估成一个分数 然后省提名办公室OMP会间隔一定的时间根据不同的项目 以及在池子里的申请人的分数情况来发邀请 然后申请人如果获得邀请了呢,就可以提交材料去申请按省的省提名 如果材料没有问题呢,就会被火发省提名证书 从上周的发布会来看呢,申请人可能会根据以下几点来进行打分 首先呢就是你的雇主聘书,你的工作内容 以及你之前的这么大的工作经验,他的工作经验的长度 以及之前工作经验的薪水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根据申请人的教育背景进行打分 还有呢就是语言成绩,以及区域化特征 区域化特征呢就是指你工作所在的地点 以及你之前上学或者是之前进行学习的所在的地点 那么具体的细则呢,OMP官方还没有具体的公布 相信他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周或者是几个月 把具体的打翻细则公布出来 那么欢迎持续关注一位留学移民实力派,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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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